好 上一节创建完项目之后呢 我们这里给讲一下这个项目里面的一个文件夹结构和代码结构 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 就是我们就知道它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对吧 然后在讲解之前呢 我们先把一些文件夹调整一下 就它这里面创建完之后 都是裸在外面的 裸在外面之后呢 导致我们在以后扩展的时候呢 它就会机外层会比较乱 所以说我们按照一般的使用习惯 就是用SRC去代表这个原文件对吧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public routes还有这个view views点错了 public routes views和这个app gs 把它挪到这个src目录下 好 挪过去之后呢 就做一个简单的调整 就是我们之前这个bin里面这个3w这个文件 它引用这个app是直接这么引用的对吧 那我们对简单调整一下 就是它在require的时候 得通过src里面的app来引用 因为我们的app.gs已经挪进去了 对吧 所以这个保存一下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先试一下能不能成功啊 我们运行这个npm run第一位看看 好 我们再访问啊 这样没问题 没问题就说明我们挪到 没问题 剪断完之后没有什么副能 对吧 好 那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我们就先从这个入口文件开始 这个入口文件呢 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启动文件啊 就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做一个no.js的一个项目 它的启动文件应该是这个app.js 或者叫index.js 对不对 应该是这个 但是呢 在一个真正的一个企业级的项目中 它应该是把业务app和src分开的 所谓业务app就是 这里面我们涵盖了一些自己的业务 在这里面 比如说注册了我们的路由 以及我们要打一些日志 对吧 以及我们要做一些什么puzzle这里的东西 这些呢 是我们根据业务来自己定制的 有些呢需要用的 有些没必要 我们就可能就会删掉 有些呢 我们可能现在还不够 我们还要继续加 对吧 所以说 从这里面启动服务呢 是一个不是很好的选择 就是不是很符合我们所说的这个 设计模式里面 常说的这个开放封闭原则 就是把一些事情 让它最小化 让它原子性 对吧 这样的话 离于扩展啊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app.js呢 单独来做业务 然后它你看 它xfiles出去之后 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xfiles出去之后 它就是一个call 2的一个实力 对吧 所以它没有启动服务 然后呢 这个3w这个文件呢 它require了这个app之后 这个app 然后 它里面有什么 有http 对吧 这就是个纯服务性的一个东西 然后在这个里面 它就启动了这个服务 大家看一下 就是http的create server 这个里面 然后这个server.lacing pod 大家看一下 对吧 它就从这儿 启动了服务 所以说 这个文件 大家不用管它 然后就一直用着就行了 它不会有什么问题 它也是 本来就是 招手价帮我们装的 它的作用呢 就是为了 能从 把这个启动服务 能从这个app.js 中给它抽离出来 要不然的话 这个文件就过于大 或者说 可能功能过于多了 所以说我们先关掉这个 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就是这个app.js 就是我们这个主文件 主文件里面呢 它其实 我们一挨着看吧 就是 这个require这些呢 我们可以解释的时候再说 然后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它index 是赢了 root里面的index 或者说users 对吧 就赢了一些路由的一些 注册的一些文件 然后这个呢 我们看一下 它是从下面注册的路由 这也有注释 就是这里面要注册路由 因为那个路由光写完之后 你不注册 对吧 那有没有什么用吗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路由 root里面 index.js 我们看一下 当 get的这个 就是home的时候 就是主文件的时候 怎么样 get的一个strain的时候 怎么样 get的一个dyson的时候 怎么样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文件 对吧 然后这个strain 它反过来是一个 call2strain 对吧 就是这个 就这个字符 然后呢 还有一个json 它反过来就是一个json 对吧 我们也不放大了 大家反正 反过来就是这一段代码 所以说大家 即便看不清楚 也没有关系 没有什么细节 值得注意 OK 这是路由 这个users里面的 也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解释了 然后这个 看一下 users它有个不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路由 这里面有个前缀 大家看 这个地方 这个访问 这个斜线 就不是game路了 它是users里面的game路 也就是说我们 要想访问这个的时候 我们得把这个前缀给它加上 比如说我们加一个users 这样users系线 才能把这句话给访问出来 如果我们访问这个bar呢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users 然后加一个 写错了 这样才能把它重复访问出来 OK 那这就是路由 这个路由 我们接下来将会增加很多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 还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说需要的路由也比较多 而且我们会把路由拆分成 view层和api层 所谓view层 就是那个界面的试图层 api层就是我们的这个 idex或者说 网络取求 访问的这个功能层 好 然后接下来往下 是这个on error 就是说 坚听一个错误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没发生错误了 这个界面上会显示说 已经错了 哪有错 对吧 好 我们先返回主页 然后接下来 on error也用了 一个插件 叫core on error 然后接下来是body parser 所谓body parser 就是我们在body parser 也应该是也用了一个插件 叫core body parser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在安连克斯提交的时候 或者说用form的 给它提交的时候 我们如果是做了post的请求 poto的一些form的一些数据 或者json的数据呢 能通过它给解析出来 然后json这个应该是 和这个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解析完json之后 它是个字符上形式的 我们通过json的这种方式呢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对象形式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访问了 总的这两个就是 我们需要解析post的一个数据的 然后呢 就是logger logger这个呢 是一个日志功能 它会打印一个日志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样 这样的一些日志 都是通过这个来打印的 就是告诉你 它访问了什么东西 然后它耗时多了 毫秒等等这一些 然后再往下呢 是core status public这个文件 我们上一节已经介绍过了 它比较简单 里面呢就是一些 css css gss和emage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要访问这个 style.css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 已经有一个 它已经把这个public目录呢 给它注册为静态化了 大家看这个意思 core aesthetic 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public目录 给它注册为静态化 就是说它里面的资源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静态资源来访问 如果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用这个 game目录 然后加上一个style sheets 然后加上一个style.css OK 大家看 拖这个目录 就可以把它下面的这个css文件 给它是一样的 对吧 给它访问出来 所以说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把public下面的这个文件呢 给它当作一个静态资源的目录 来访问 里面不管方图片啊 gss还是css 我们都能通过这种 既定的目录的方式呢 能给它访问出来 再往下呢 就是这个 ejs的一个处理 就是我们要注册一个ejs 它的目录呢 是在views下面 在这个下面 views下面 现在有个error的ejs 或者dense的ejs 我们把这个ejs呢 给它注册一下 然后它的这个actition呢 就是相当于是后队名 是ejs 对吧 因为我们的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每个ejs文件 都是点ejs结尾的 对吧 因为ejs 它是一个后端编译的 一个冒板 所以说 它必须在里面注册一下 才能用到我们后期的 一些编译的功能 要不然的话 你这儿不注册 这儿不注册 那这个地方就当作 有可能的文件来 对待了 对吧 它就识别不了 这个ejs的语法 再往下这个 又一个log 这个log 其实和这个 上面这个log 有点重复 有点重复 因为这个log 大家看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的 一个中间件的 一个演示 就是跨的中间件的演示 这个log 它是一个 封楼好的中间件 就这儿就直接用了 没有什么过头的细节 这个log 相当于是自己 熟悉的一个 打印式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 出失掉 因为它没有用了 它这儿只是一个中间的演示 而已 然后再往下注册 对吧 再往下是一个on error 就是我们这个程序on error 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控制台去打印 这一点是打印 你error 以及它的一些 其他信息 然后这个on error 其实是在页面上去显示 就是我们如果出错的时候 我们这个页面上会 显示一个错误信息 这两个功能是不一样的 我们保存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多说一句 就是我们就是如果是你是诺德杰斯的初学者 你可能对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有点懵 就是不知道讲的是什么 所以说这边课不太适合诺德杰斯的初学者来学习 就是至少是你已经了解诺德杰斯的一些机制 已经简单知道 康二的一些机制 以及它的中间间是如何使用的 以及这个一部 这个assign avit 这些用法到底是怎么用的了 所以说如果看到这儿 你还是比较懵的话 我建议你停下去 去看一下我在之前做那个 诺德杰斯的另一门课 就是之前那门课 就是从零开发 卓克web server的那个项目 那个项目是从零 从基础开始讲起的 这些都会详细的给大家分析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然后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们这儿呢 就不能再做重复的这个 着动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继续呢 按照框架的形式 继续往下讲 好 那app.js讲了呢 基本上我们整个这个目录 也就这么串起来了 对吧 你看views里面讲了 loos里面讲了 public里面讲了 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 packed or decent packed or decent里面呢 我们需要讲的 就是这些scripts 就是scripts 我们采用的就是这个 start其实和这个 第一位差不多 所以说start我们就可以 我觉得可以删掉 没什么用 我们其实用的时候 然后第一位 是我们开发环境下的 一个命令 就是我们能把这个 通过numbermore 然后能把这个 本地环境刨起来 然后proud是通过 pml来把这个 生长环境刨起来 这个我们最后再说 这个先在这放着 test是一个 dia测试的一个 dia测试它这什么都没写 对吧 它是写了一个 no test specific 就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呢 我们可以先删掉 就是这个我们 后面做dia测试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命令 给加上 就是just什么什么 什么东西 这个命令我们会加上 所以说这我们可以 先空着 然后再往下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些依赖 debug 它是debug这个东西 它相当于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一个 更加高级的console log 就是更加高级的 打印功能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后面 它这倒是有用 就像这个这里面 它好像用了这个debug 然后这个debug 就是可以通过这种 前缀的方式来区分 哪些可以打印 哪些可以不打印 这个地方我倒觉得 反正我觉得 在这个项目中的 实用性并不是那么大 所以说我们先用 console log来去做 如果是console log 如果不满足的话 我们再去 把一些复杂的地方 改成这个形式 大家先知道 这个debug就是一个 更加区分前缀 或者说区分类型的 一个打印 一个console log AGS不用说了 这是一个 模板引擎的一个 模板引擎的一个库 Core 这个不用说 就是我们的技术库 Bodypasser Chromeworld Chromeworld 这个好像没有用过 没有用到 或者说是 其他的一些 库里面依赖的一些 然后Jason 说了 Logger On-Aero Looter Looter 就不用说到路由 Static 是静态的一些东西 Vios 是我们要做 EGS模板的一个注册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依赖 是开发困境界依赖 Coresevignments 是我们刚才说的 要设置 环境变量的时候 用到的一些 为什么要Coresevignments 因为它可以 就是用这个 我们可以跨 Windows和 Windows和MacOS 三个去设置 因为这三个系统中 设置 环境变量的方式 都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 一个统一的工具 把它们统一起来 这样的话 我们的代码 在三个系统中 都可以运行 然后Logger 就是一个 Logger 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开发环境下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启动 方式启动的好处 就是我们 没改完代码之后 然后它就会 热更新 就是我们改完代码之后 它就会自动重启 这样的话 避免我们手动重启 这样让我们开发 非常方便 OK 那这就是我们 整个的这个 开发环境 所有的代码结构 和空间结构 这样做完之后 我们可以停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代码 提上去 好 这我们说一下 就是 如果是说 你做了一些重构 比如说我们 把这个目录都 放在SLC下面了 然后做了一些重构 我们可以 不管是目录调整 还是说 你对某个功能 做了重构 就是没有增加新功能 但是你做了一些调整 做了一些重构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 在这个Commit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 Refactor的一个前缀 比如说 调整 目录 结构 Refactor的前缀 就能告诉大家 是你 这次提交 是做了一次重构 而没有增加 什么新功能 如果是你 增加了什么功能 你用Future 用Future 这个我们后面会演示 如果你是修过来 什么bug 你用Fix 如果是你 写了什么文 你这个地方用Dock 如果是你 做了什么 ESLint的一个东西 你用Lint 等等这些 就是 接下来我们 所有的Commit 我们都会 严格按照这种方式 来去做 就是 不同的类型 我们用不同的前缀 来去做 这样的话 让别人能看明白 以及 让自己 比如说在两楼之后 一个月之后 你自己忘了 你也能看明白 对吧 OK提交 然后我们 后视 因为现在 我们还没有这儿开发 所以说我们的分支 一直在Must下面 当我们开发环境 都搞定之后 我们会拉新的分支 拉新的分支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要求和一些规定的 OK 那我们这节代码结构 就已经讲完了